S.H.E.出道17周年演唱会9月12月傍晚,萨莉莉跟嘉宣回应了自己在S.H.E.组合出道17周年演唱会上被置于假唱的问题,萨莉莉表示音乐会上确实不是自己现场最真实的声音,因为在录音期声音出现了状况,萨莉莉还在最后诚实的向歌迷们道歉, 实在抱歉,因为我的声音让很多人失望了,演唱会现场2001年9月11日,由人家萨莉莉莉田富珍、黑臣佳化、萨莉三人组成的女子组合S.H.E.正式出道,9月11日,S.H.E.三人合体举行了出道17周年音乐会,然而现场萨莉莉唱歌时出现的是歌曲原声,因此引发了是否假唱的质疑,12日傍晚, 萨莉莉的七百人微博,说明了音乐会时的情况,承认自己没有真唱,萨莉莉首先向粉丝们表示抱歉,趁自己在录音期间,就发现自己的声音出了吻奇, 但是经过努力仍旧没有办法及时挽救,于是跟制作部商量拉掉自己现场声音, 萨莉莉在文章的最后向歌迷们道歉,并表示,希望能够尽快重新唱歌, 萨莉莉希望17周年庆声音乐会能带给大家欢乐感动与泪水的,实在抱歉,因为我的声音让很多人失望了, 我会尽全力面对我的问题,期盼能找回唱歌的快乐,并快乐的唱歌给你们听,微博截图。 字幕志愿者 杨莉莉莉